此时,在场的霸主们,徒童们都怀疑自己的眼睛看没看错 这个叫石宇的人类玉兽师,竟然没有派出宠兽 自己走上擂台,欧拉欧拉地给了有着顶级霸主实力的大地荒雄两拳 他们非常确定,就是石宇自己,并不是什么合体状态 关键是,之前面对同级对手,都展现霸道姿态的大地荒雄 竟然还真被逼退了 第一拳,看上去只是擦伤,但是第二拳,那席卷精神念力与压缩空气的一拳 威力竟直接压过了大地荒雄的超阶技能,恐怖的拳风,瞬间将大地荒雄吞噬 轰,大地荒雄十米多高的身躯,在石宇这渺小的身躯前,直接向后倾斜倒去 让所有人都难以置信 我觉得这石宇,有些勉强 对手毕竟是顶级霸主 在对战之前,遇知猫头鹰替东黄玉兽施预言过结果的 他没有隐瞒地,把自己遇知的结果,告知了帝都大学的师生,如帝都大学老校长,尹正凡等人 然而此时,帝都大学老校长,尹正凡,高宣他们,十分地不理解,目光中,充满了茫然,再轰隆隆的震动声,看向欲知猫头鹰,这就是您说的,石宇有些勉强 如果石宇派出宠兽获得了优势,他们不是不可以接受,毕竟石宇是东黄传奇之下第一人,理应比其他七国六级玉兽师表现得更出色,但 嗡!就在所有人都震惊时,猫头鹰自己也茫然了 下一刻,欲知之力地反馈,让他的等级,出现了一丝松动 他在预言画面中,看到了石宇本人被霸主攻击,他原本以为,石宇已经是强弩之末,宠兽全部失利,就算有偏差,结果也不会太好 结果现在告诉他,这是石宇在跟霸主单挑 所以,有问题的不是预言,而是他 这个人类欲受尸,怎么回事 各方势力的不解下,大地荒雄躺在地上,发出一声响彻天地的吼叫 吼!大地之力源源不断涌入他的身躯,身躯破碎的地方,重新修复起来 并且,更深颜色的颜楷,不断叠加在了他的身躯上 和刚才石宇感知的一模一样,自己的攻击,虽然已经很强了 对付寻常霸主绝对没问题 但对付一个顶级的元素类霸主,一击还不够 必须持续攻击 如果说,刚才石宇只是认真一拳 那么现在,他抬起双臂,使用的则是连续认真拳 比持久战,石宇比不过大地荒雄,那么只能比爆发了 他现在的状态,建立在意志爆发的基础 把图腾及鬼神石宇的潜能,转移到了目前人类之躯上 在图腾及潜力,霸主意志的加持下,他的爆发力,将短暂超越极限 轰轰轰轰轰轰 大地荒雄刚响起来,天空中,狂风骤雨一般的拳风,席卷着狂暴的自然力量,降临 必须让你离开大地 在这一次的攻击下,天空风云色变,乌云密布,使雨强大的精神力,已经影响到了气象 一滴又一滴雨滴落下,掺杂在拳风中,让漫天拳风犹如暴风雨一般,再次吞噬大地荒雄 水风念组合计 吼!刚响起身的大地荒雄,表情一变,全力抵挡 但降临的拳风,宛如恐怖的超级暴风,又宛如席卷千里的超级海啸,蕴含致命的力量 接触瞬间,大地荒雄之感觉全身遭受无数冲击,要散架一般 喷!他再次被镇压回去,喷的一声被砸回地面,身上铠甲尽数破碎 擂台之上,大坑出现,使雨直接凭空念力制造了一处人工湖 刹那间,大地裂开,擂台轰鸣,天降暴雨,灵星的精神力量四散纷飞 而大地荒雄,缓缓沉入新生成的小型湖泊中,表情悲壮 此时此刻,使雨的每一拳,都因为强大的超能力 影响着自然,它的连续攻击并未停止 毕竟带灵魂承受不住这样的爆发,它就会伪了 所以必须要一鼓作气 卡!超能力的影响下,吞噬大地荒雄的雨水 先是温度骤降,瞬间冻结,将它变成了冰雕 紧接着,使雨致命的攻击,接踵而至 直接降临在了化为冰雕的大地荒雄身上 冰雨土的碰撞,直接让大地荒雄的防御力更加脆弱 身躯在拳风之下卡卡卡碎裂 这一幕,已经彻底超出了人们的理解范畴 压着大地荒雄打 他们一个个瞪大着眼睛,拥有顶级霸主战力的 玉兽师 的确,有部分混血玉兽师 特殊天赋玉兽师自己战斗力也很强 但也绝对不会超过自己的等级限制啊 使雨一个六级玉兽师,怎么可能发挥出霸主级的战斗力 这无论怎么看,都不科学 使雨的攻击,让观看者们,体验到了什么叫狂风骤雨 体验到了,什么叫以纯粹的肉体与精神力量 引动大自然的力量 从肉体霸主,到精神系霸主 再到会引动自然之力的霸主 使雨直接不当人一般,疯狂碾压大地荒雄 吼!当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伴随大地荒雄一阵哀嚎,他的身躯,已经被攻击的千疮百孔 无数的水流冰屑从他身躯中流淌而出 无数的风痕遍布他的身体 多种自然力量的影响下 掺杂着使雨的念力限制 只是片刻,这尊庞然大物 就逐渐失去对身体的掌控权 很难再靠元素之力恢复身躯 他的身躯,在人们肉眼可见的视线中 就像是被爆破的小山 不断崩塌,轰隆隆地破碎 天空中,使雨的攻击猛然停止 深吐一口气息,尽可能调整力量 心中振奋,这就是 两尊神话种族宠兽的力量反馈 石雨已经不敢想象 等自己契约一对神话种族 自己会变得有多强 而这一刻,见到石雨真的做到了 一个又一个图腾,一个又一个霸主 都难以置信地看着擂台之上 七国的传奇御寿师们 图腾国的传奇御寿师们 那些曾和石雨相识 和石雨战斗过的人 直接眼神呆滞 三观近乎破碎 不明白为什么一段时间未见 石雨都可以受私霸主了 他身上的力量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还是人吗 赢,赢了 神话种族的反馈吗 亭香精灵女皇看向了旁边的龙神 别说外人了 就算是自己人 也都震惊万分 要不然 无法解释这股力量 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龙神道 不死果实 神员传说 林会长不想说话了 他们就说 石雨这小子三天再准备个毛线 结果 原来是为了本人上 之前打死他们两个 也没想到 最主要的是 石雨还真成功了 不死果实和契约神话种族带来的增幅 有这么强吗 哪怕是神员传说和林会长 也无法做出判断 果然就不该信在职业考核会玩出石铁兽骑士花样的石雨 能在世界赛正常比赛 就是不知道 世界术 会怎么看 石雨战斗结束 整个伊纳泰拉陷入了寂静 忽然 天地之间 降临一股巨大的压力 嗡的一声 土系擂台最近的一触参天大树上 一根粗壮的树枝 猛然延伸 树枝端部 绿色树虫一样的世界树分身 表情严肃地降临 塔终于坐不住了 这个人类玉兽师 在塔看来 离谱万分 完全超出了认知 随着世界树分身出现 所有人麻了 才想起来 世界树分身时刻在关注每处擂台 随后 会当场给予通过预赛的玉兽师奖励 目前通过的图鹏国玉兽师 都得到了世界树赠予的一片世界树叶片 叶片能量等级为八级 品质介于传说和神话之间 可称准传说及资源 有着增强体质 生命力 精神力 灵魂力量等各种属性的力量 对于图鹏国选手来说 这个奖励 非常有用 毕竟之前的六级玉兽师 都是月级契约的霸主 身体很虚 世界树叶片带来的增强效果 可以更好地让他们迎接接下来的神话试炼 而这一次 这个叫十语的人类 竟然没有派出宠兽就打穿了擂台 一时之间 无法让各方势力判断 世界树会发放什么样的奖励 不过 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这一次世界树分身降临 没有直接发放奖励 反而 事先质问起十语 人类玉兽师 你的宠兽呢 世界树分身开口道 他看着这个事先根栖 国剧透神话时代的考古学家 看着这破碎的擂台 总觉着 这次世界赛 似乎出现了一个变数 一个事先塔没预料到的怪胎 这一刻 随着世界树出面 证实了刚才十语就是在玉兽师本尊 T.E.K. 顶级霸主 众多势力 也奇奇沉默 您说过 用一只宠兽战胜敌人 就比用两只更好 那么我就想 不派出宠兽赢下战斗 或许更好 时语道 世界树分身 算术是你这么算的 而且 一个玉兽师 如果只是宠兽的累赘 自身没有足够硬的实力 也谈不上优秀吧 时语道 这句话 直接让之前进行过 玉赛的六级玉兽师们头皮发麻 也让没参加玉赛的传奇玉兽师们表情呆滞 你听听 这是人话吗 不过 时语说的话 谁也无法反驳 刚才那一个个图鹏国的玉兽师 就是例子 全部是霸主生物的累赘 七国这边也是 玉兽师太过脆弱 还要玉兽分心保护 同样是宠兽的累赘 虽然也能对宠兽进行增幅 但也需要宠兽分心来保护自己 时语这里 展现了截然不同的面貌 告诉了众人什么叫超级蓝星人 你服用过神话及资源 世界术分身看向时语问道 除此之外 他很难想象 单靠锻炼和宠兽的反馈 时语的体制能达到这种程度 时语道 我服用过不死果实 这应该 不违反规则吧 别跟他说 未激活的不死果实 也算装备 时语话落 在场的传说们 伴神们 图腾们 纷纷表情一变 不死果实 那个死掉后 最低也能成为图腾及死灵 活出第二世的不死果实 可以极限增强灵魂力量的不死果实 他一个区区六级玉兽师 怎么可能接触到这种资源 祈祷的女武神 更是表情不善 这神话资源 确定不是从七岛拿的吗 他果然是陆白 七岛的凤凰院传奇师徒 此时目光灼灼地看着时语 神话资源 哪是那么烂大街的东西 陆白在七岛获得一件神话资源 时语吃了一件神话资源 如果不是一个 打死他们都不信 时语这小子 竟然说出来了 龙宫城的龙神 龙王们还算淡定 他们很快反应过来 这下子 图铬国的玉兽师 和石羽战斗时候 恐怕要捏手捏脚了 其他玉兽战斗 宠兽需要小心翼翼保护玉兽师 而和石羽战斗的玉兽师 恐怕要小心翼翼叮嘱 宠兽别伤到石羽 万一把石羽打死了 让他变成图铬 谁也别想活着离开 这他喵 左右为难啊 图铬国和七国的小辈们 一开始还不知道 不死果实是什么 但随着询问长辈 其其表情炸裂 打死他 他就变成图铬 凭什么 怎么还能有这种资源 这不是作弊吗 我当时感知的没有错 这个人类 果然是个怪物 舵天使王子表情凝固 随着石羽爆料 自己吃过神话资源 不死果实 哪怕是半神 传说们 也是瞬间表情呆滞 依附心痛无比的表情 这种资源 凭什么让这种人类小鬼享用 不死果实 世界术分身也沉默了一下 果然 石羽这股力量 是由内而外改造强化而来的 此时 众人终于知道 石羽为什么自身的战斗力 都这么离谱了 你一个六级玉兽师 竟然吃过神话级资源 当然 石羽这么强 不死果实只是起到辅助作用 但外人不知道 由于神话资源的神秘性 他们下意识认为 石羽的本体战斗力能这么强 甚至激活了精神念力 都是因为不死果实 这什么逆天机缘 东皇不可能这么大方 也就是说 是他自己所得 别忘了 他是考古学家 更是考察出了神话时代历史 怕不是破解的遗迹数量 就超过三位数 其中更有神话遗迹 如果说 刚才图腾势力们 还不知道七国最强考古学家的含金量 那么现在 他们算是彻底清楚了 明白了过来 破解了神话时代隐秘的石羽 目前蓝星最强考古学家 底蕴可能相当丰厚 之后 如果你们要遇上石羽 小心一些 不要管他本人 攻击他的宠兽就好 吃了不死果实 这个人类的实力 可能比他的宠兽还强 如果死掉的后 就更加麻烦了 不仅当场会遇到麻烦 事后还会遭到东皇和龙宫城的报复 各个弱小的图腾国的带队图腾 纷纷跟自家选手说起来 能不碰这个石羽 就不碰这个石羽 实在闭不开 就知攻击宠兽 不要伤到他 见了鬼了 这个家伙 是目前为止 让图腾国感觉最棘手的存在 一个可能比自己宠兽战斗力还强的御兽师 还不能碰他 万一打死了 还能变得更强 这怎么打 你 通过了 世界术分身没有在这件事上纠结太久 虽然石羽的表现 让他有些未疼 超出了预料 但毫无疑问 石羽的潜力 完全得到了他的认可 之前的图腾国六级御兽师太弱了 没有潜力可言 石羽这样的 才是他想要找到 之所以要先扶持六级御兽师 就是为了避免错过 因为年龄没有突破到传奇的天才 石羽虽然现在才是六级 但是实力超过绝大部分传奇 稍微培养下后 也能和其他传奇一起去竞争神话试炼和冠军位置 传说资源 世界树枝叶 世界树分身开口 一根包裹枝叶的树枝 飞向石羽 使用后 可以加快你强化预售空间的速度 是修炼型资源 如果你的积累足够 可以凭借他在世界赛期间突破至七级 我期待你之后的表现 是七国联盟内目前都没有库存的顶级修炼资源 原本石羽以为世界赛前突破传奇没希望了 没想到 还真能在世界赛中获得修炼资源 这次世界树忽然多了神话试炼 如果有其他御兽师得到神之传承 那么自己的冠军可能会不稳 要是可以突破 无疑更完美 传说及修炼资源 此时 见到世界树分身奖励给了石羽传说及修炼资源 其他选手都是表情一变 石羽六级都这么强了 如果让他突破到传奇 那还得了 只有东皇这边 神元和林会长他们 一脸的惊喜 石羽本就离传奇一步之遥 再加上石羽强大的宠兽实力 只要他突破传奇 世界赛冠军 可以说是彻底没有了悬念 在神话试炼中 也绝对可以夺得更多的机遇 世界术的赠礼 这次完全是雪中送炭 等一下 石羽 真的需要我们保护 东皇传奇选手中 神灵和夜星全程都在沉默地看着 完全不知道石羽什么时候吃的不死果实 不知道石羽怎么拥有了这么强的实力 只要不傻 都能判断出 玉兽师本人强 那么玉兽后 肯定更强 就说死灵附体 就能直接让石羽的战斗力再次翻倍 他们看向了林会长 却见林会长一脸平静 互相照顾吧 林会长也很无奈 我哪知道这小子实力提升这么快 夜星 神灵表情复杂 此时此刻 世界术分身已经退去 言之擂台 自动修复着 一个全新的大地荒雄 也逐渐凝聚 擂台上 石羽拿着树枝 感受着周围的目光 微微一睁 随即 他捏紧了树枝 冲着四面八方微微一笑 正赛再见 我 会成为新的世界传奇 石羽话落 聚集在周围的图腾国霸主和他们的仆从 纷纷表情一变 这家伙 这一刻 全场震动 那一个个没有参加预赛 能直接参加正赛的拥有无敌霸主实力的选手们 纷纷面色不善 他们都感觉到了嘲讽 区区一个六级预寿师 只不过吃了一个神话资源 是不是太嚣张了一些 以为这样就有夺冠的实力了吗 别说是图腾国的选手了 就算是七国的选手们 也都是面色微辩 不明白石羽怎么这么用的 难道不清楚 这样说会直接成为图腾国的头号目标吗 卧槽 你小子 不会说话可以不说 石羽说完后 宝石猫已经用念力笼罩石羽 对他进行了传送 石羽直接消失在了土系擂台 被传送回来了东黄曲羽 哈哈 有什么关系 石羽哈哈一笑 道 给自己点压力 不说了 赢老师 我先去修炼了 现在玉塞通过了 石羽只有一个念头 快点抓紧时间 用这个世界树枝叶修炼看看 外界的变化 他暂时不想关注了 突破自己的实力 才是当务之急 A 宝石猫刚想说些什么 石羽已经迫不及待去研究世界树枝叶 此时 七国内 因为石羽的表现 瞬间风起云涌 邹运 高轩 季风等一个个六级玉寿师 表情从始至终都没恢复平静 其他六国的玉塞玉寿师 也是失神地看着东黄方位 图同国那边 更是炸开了锅 石羽 石羽 这个名字 从几天前就格外让他们在意 而现在 在意程度上升了数个台阶 竟然连宠兽都没派出 就通过了玉塞 如果派出宠兽 配合宠兽 实力又该多强 关键是 这家伙 还只是六级玉寿师 现在世界树赐予了他突破资源 正在之前 他能突破吗 不用理会他 关键是神话试炼中的机遇 一个一个隐藏在暗中的图腾巨头 低声回荡 规则已经很明显了 谁能在神话试炼中夺得传承 谁才最有可能成为最终的优胜 石宇就算本人战力再强 也不过心灵感应天赋 无法让宠兽实力质变 真正的胜负 还是得看超凡生物的实力 一空间内 神员传说 龙神等人 早就已经预料到了 石宇会在伊纳泰拉引起巨大的关注 这还只是开始 当石宇的风麒麟等宠兽 不得不参与进战斗 那时的石宇 将直接成为风暴的中心 希望他能顺利突破至传奇 此刻 石宇的遗迹空间内 拿着世界树枝叶 石宇满怀欣喜 不过 随着感知到世界树枝叶的力量 好像有东西 比石宇还欣喜 遗迹空间 岭之研究所 星空宠兽蛋孵化室 当石宇拿着世界树枝叶进入遗迹 忽然间 原本缺少一道营养物质 目前处于岭的研究中 还未能孵化的星空宠兽蛋 忽然闪烁起光芒 爆发出惊天光耀 强大的能量波动 震天撼动 引起了传说一记的动荡 让石宇忽然表情一变 这股光芒 就仿佛是在表示 他对于世界树枝叶 极为渴求 怎么回事 此时此刻 石宇忍不住 顺移到了星空宠兽蛋旁边 注视向了这枚蛋 同时 收好了世界树枝叶 生怕这个倒霉蛋跟自己抢资源 当下 随着和世界树枝叶的共鸣 星空宠兽蛋 直接拥有了明显的变化 它上面残存的石宇 都看不清的时光痕迹 开始让石宇很久没有反应的 聆听天赋 再次听到了声音 声音稚嫩无比 就仿佛是婴儿一般 想 要 同时 聆听历史天赋 让石宇在这颗蛋上 看到了一幅幅夸张的画面 浩瀚的星空中 一颗即将破碎的紫白色星球 崩解成无数碎片 一道道碎片 弹射向宇宙星空各个方位 此时 星空宠兽蛋的变化 除了身处一记的石宇 令它们 外界的生物 并没有感知到 还远没有准神迹带来的规则之音 影响那么浩大 但是 这特殊的波动 却是让身处伊纳泰拉各地的 世界树分身 抬起头露出疑惑之色 蓝星之上 怎么会出现星之子 是谁带回来的 星之子 生命星球的雏形 世界一时的雏形 作为蓝星意志分身的分身 世界树虫 立刻感知到了有一个铜族 出现在了伊纳泰拉之上 它丝毫不费力地穿越了空间 来到了星之子所在的独立空间 紧接着 就沉默地看到了伊姆 那个刚刚被自己奖励世界树枝叶的玉寿师 正抱着星之子的蛋 谨慎地和突然闯入一记的他对视着 时雨下了一条 感知到了有人闯入自家一记 还以为是哪尊半神 结果一看 是一条绿色的树虫 世界树分身 此时 这条树虫 正凝重地看着它 世界树分身此时很无奈 怎么又是这个倒霉孩子 出点什么事 怎么都和这个倒霉孩子有关 你抱着的那个蛋 是从哪里来的 世界树分身道 石雨愣了一下 道 它 怎么了吗 世界树分身道 你抱着的 是一颗星球意志幼崽 石雨 哈 星球幼崽 还有这种东西 石雨一时间有点猛逼 宝石猫一直想尖了的蛋 是一颗星球 那它刚才想要的来源于蓝星的世界之夜 是 石雨表情古怪 是母乳 感谢燕灵诊大佬的盟主